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在人生的道路上 没有人能过得一帆风顺 你总会遇见一些沟沟坎坷 品尝一些酸甜苦辣 看见中有过这样一句话 痛苦就是痛苦 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眼外之意 苦难本身并不能成就一个人 凤凰涅槃靠的是在 苦难中磨练的意志和智慧 否则经受再多的苦难 也不过是一只着了火的鸡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当你走投无路时就看看吧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作家古龙曾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 心一窄想寻短见 就放他去菜市场 菜市场无非就是买菜买肉 一个最是平凡无奇的地方 但有这样一位老头 他的乐趣就是看菜市场 那普普通通的挂过蔬菜 听热热闹闹的邀和叫卖 他有一张贪吃的嘴 一颗贪玩的心 是一位贪恋世间美好的可爱老头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 纯粹的文人 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 今天将给大家带来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五味》 书中记录的美食 没有名贵的食材 均是世间最常见的鸭蛋豆腐 最普通的家常韭菜 汪曾祺借食物 描述了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我们不仅能体会到 他对食物的钟情 更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 热爱生活的人 是洞悉了生活的喜乐无常 依然对他充满无限的爱与热忱 是在有限的生命力 秉持初心向暖而生 接下来 就让我带大家和汪曾祺 一起行走山川 贫美食 误人生 好好吃饭 养身也修心 古语有云 早起开门齐见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与人打招呼 我们常说 吃饭没 可见吃饭是一个重要日常 吃饱喝足 我们才能精神抖擞地 一路前行 在书中汪曾祺回忆了 被派到偏远又荒凉的枯圆画马铃薯的景象 没人管他 也无人谈心 日子虽然寂寞 却也是难得的自由 马铃薯开花了 他掐一把花 几枝叶 放瓶子里 滋滋细细地画 花谢了 薯成熟 他又开始画薯 画完一个 就把薯扔进牛粪 火里烤熟吃掉 就这样 他画出了一整部 中国马铃薯图谱 即使孤独一人 生活贫乏 望曾祺也没让自己饿肚子 只有先照顾好身体 才能抵过岁月辛苦 作家钱钟书曾打趣说 神仙煮白食 吃了久远不饿 多没趣 不羡慕 钱钟书和杨将 曾远渡重阳 去牛津大学求学 二人在一国他乡 享一为命 因手头结居 口味不合 两个食指不沾 阳春水的年轻人 便想办法自己做饭 钱钟书学会了 煮五分钟蛋 洋将做出了 美味的红烧肉 两人共同克服困难 一边努力学习 一边快乐生活 他们深知 只有让身体和精神 保持良好 才能更好地 投入到学习和创作中 当你用心生活时 生活也会用恰好的温度 妥贴你一颗漂泊的心 而生活中 许多人因工作忙累 长鸡一顿饱一顿 来胡乱应付吃饭 遇到麻烦也是百般计较 寝食难安 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曾说 人如果吃不好 就不能好好思考 好好爱 好好休息 身以为然 吃不好就无法让身体得到滋养 更谈不上 用健康的身体来支撑你的心灵 人要犒劳好自己的胃 养出健康的身体 修出一颗积极的心 才能打起十足的精神 去扛起生活的重担 撑起你的热爱 去追逐心中的梦想 一个人一座城 记得一日三餐好好吃 养身也修心 心胸豁达 品人生百味 食物有酸甜苦辣咸 汪曾祺认为苦是五味之一 不可或缺 生活也一样 从不完美 甚至让人痛苦 但有的人 不会在苦中一味感伤 而是勇于在苦中寻乐 书中记录了汪曾祺 早年时候被发配到 张家口劳动改造的情景 一个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少爷 结结实实当了一回农民 累猪卷 刨冻粪 而下地收萝卜 就显得轻松有趣了 萝卜可以边挖边吃 挖一个步行 扔一边的萝卜堆里 品相不错的 扔地上啪擦一声 裂成几半 拿一块往嘴里送 清甜多汁 欢喜得无以言表 在汪曾祺的文字中 有岁月艰难 却未有丝毫抱怨 他总用一种乐观的态度 从苦中品出甜 从夹缝中看到光 其实烦恼和快乐 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心念转动之处 变了想法 变了感受 也变了眼前的路 大文豪苏东坡 一声赤图坎坷 曾被贬三次 一次比一次偏远 一贬黄舟 他再苦也要大包口福 长江绕锅枝与美 好竹连山 绝笋香 二贬惠州 他把满腹苦水 泄成甜甜的诗 日淡荔枝三百科 不辞长作岭南人 三贬丹州 他与百姓雨水情深 明日东家知死造 知鸡斗酒定凡无 纵然受极磨难 苏东坡却能笑对不公 在诗意中找到诗意 在心中种下桃园 林语堂说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人生时苦 但若一味执着于得不到的 念念不忘已失去的 则越是烦恼 越多痛苦 若苦挺过来了 人生便豁然开朗 挺不过来 就要学会不跟自己较劲 因为时间不停 生活总要继续 用豁达去安顿好 内心的委屈和躁动 放下不可求的执念 用宠辱不惊的 平和去看淡得失 守住内心的宁静 只有心胸豁达的你 无论当下的生活 是快乐还是痛苦 都能坦然接受 并全力以赴 看得开则心大 心大则能融下更多美好 美好的人生需要爱好来充实 梁启超说过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 生活才有价值 一个人若没什么兴趣爱好 他的生活 又往往失去了许多乐趣 汪曾祺就有许多业余爱好 书里写了他和剧团 去内蒙体验生活 有人不吃羊肉 只能顿顿就着咸菜 吃开水泡饭 看着汪曾祺大吃手抓羊肉 心中苦不堪言 一群人去看昆曲 汪曾祺看得津津有味 临座唱京剧的女演员 却听不懂了 又无法逐句给他翻译 让他又急又遗憾 汪曾祺不但口味宽 会听方言戏 还喜做饭 画画写字 这些爱好让他在那个动荡 又匮乏的年代 每个时刻都能活得 宜然自得 爱好往往无用 与富贵公民无关 只关乎内心的喜悦 已故的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 平日除了做科学研究 最大的爱好就是拉小提琴 他日常的工作 几乎都在田间地头 一天下来 浑身都是泥 到晚上 他都会找机会 为自己拉上一去 他曾回忆说 夜晚时分 月光满地 挖升不绝 琴声能消除一天的疲劳 一个严谨的科学家 因为一向爱好 便身为最浪漫的生活家 肖伯纳曾说 最先于某种爱好是幸福的 若只有柴米油盐 生活难免有些无聊 需要有一些爱好 来丰富我们的内心 生活才更显有趣 保持你的童心 对万物充满好奇 多一些耐心去对待 习以为常的事物 多一些勇气去探索陌生的领域 我们才能跳出贫乏的舒适圈 让生活时刻保持新鲜 当你拥有广泛的爱好 便能在生活中 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快乐 在日常琐碎中 抓住那微小而真实的幸福 慢下来才能品生活做自己 蒋新曾说 只有慢才能发现生活的美 快节奏的今天 我们太难让自己 从忙乱中慢下来 去花一些时间 感受生活的美妙 汪曾琪认为 生活需要慢慢地 才能品出真滋味 就像请客吃饭 主人在菜场挑选新鲜食材 回来一面晚秀下厨 一面与客聊天 不慌不忙 谈笑风生 酒才喝得有劲儿 吃饭不仅是吃饭 还有准备美食时 所付出的心力 有炖煮食材时 弥漫的香气 有亲友相谈 甚欢的喜悦 这一切是需要不紧不慢的从容 才能享受到的过程 而现实的生活 总会给我们一种错觉 努力向前冲 就会更快达成目标 但在高效率社会的今天 成功或许可以速成 生活却不可以 因为很多事 欲速则不大 曾看过一个小故事 上帝让迈克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他嫌蜗牛爬得太慢 又拉又扯 结果蜗牛受了伤 爬得更慢了 他只好耐下心来 让蜗牛慢慢爬 然后他突然闻到阵阵花香 接着他又听见鸟叫蜂鸣 后来他还看到美丽的夕阳 感受了晚风拂过的温柔 迈克不禁心声感慨 我牵着蜗牛 远不如蜗牛带着我 更有失忆 当你步履匆匆 埋头赶路时 忽略的不仅仅是路上的风景 还有你内心的感受 音乐家约翰·列农说 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时 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一味的快节奏 容易让思考变得浅薄 很难看清生活的真相 慢下来 捋清杂乱的思绪 让自己有条理 全面地思考事情的方方面面 才不至于仓促地做出判断 而犯下错误 学会按下暂停键 让你与忙碌的世界 拉开一段距离 问问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在反复的自行中 修正认知的偏见 可服外在力量的影响 积极地发展自我 真正的生活 是懂得慢下来 去感受 去思考 方能品出人生真滋味 活出真自己 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 大雨过后有两种人 一种人抬头看天 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 一种人低头看地 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生活往往是美好与痛苦并存 只有心存热爱的人 才能跨越逆境 享受生活 热爱 爱的不仅是一茶一饭 一花一木的香 还有那人间的百般滋味 爱生活的苦与甜 爱当下不完美的自己 唯有心存热爱的人 懂得在岁月的泥沼中 从容地安放自己 在平淡和疲惫之余 却感受生活的盎然趣味 内心的自在欢愉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